还没到开演时间 来自惠敏盲校一百多位的师生 就来到台中中生堂 因为他们是受到一家建设公司的交情 现在还聆听云门舞级的新作《白水围城》 去年听得很好听 但是很好笑 我们会觉得客家女士是一个很团结的 这次都不一样 假如说如果是跳舞的话 我会听她的音乐 就有时候假如说是荧幕诚信的话 我也请人家告诉我说是什么动作 岁末之际 有建设业者为了回馈社会 特别举办艺术观赏活动 邀请住户前来欣赏 而这一次请到云门舞级前来演出新作 收到民众与惠民师生的热烈响应之外 建设公司更贴心安排了同人跟盲生解说 让学生可以把听觉光觉 结合成脑中的影像 感受舞蹈跟戏剧的震撼 会迷茫校的小朋友 那今年他们师生家长来了116个 因为他们是来听云门的 其实他们也很期待 我们也很谢谢就是赖校长 其实很愿意把这些小朋友也带出来欣赏云门 那这个是陆府的荣幸 那当然这个整个对社区总体营造来说 陆府做了这件事情希望跟我们的束缚多一点 在玉树上面的交流 他听到钢琴曲 听到Sati的音乐 他听到别的东西 我们只能够给他们开一点点门 点一点小灯 然后希望它是一个好的种子 或者是好的活种 建设公司回馈社会 让超过1600人 可以欣赏云门最新的舞作 难得的艺术体验 相信也会带给这些群盲生难忘的诡异 记者的赖秋风 林佳化台中采访不到